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包容 互相攀比 就那种因为利益在一起的吧 三观吧 我觉得两个人如果三观不合 那肯定走不远 我现在不明白年轻人了已经 未来而言 结婚不一定是他们年轻人 或者是未来的人类的一个终极的愿望吧 一昧的光花钱 一方付出 另外一方不付出 一方会不会无谓的发脾气 另外一方就是无谓的哄他 这样的话我觉得就走不长了 就太平静了都不吵架 过得特别平淡 或者是那种地位不太平等的 有压制性的就是一方压另一方那样 每天太需要行事了吧 没有行事说明已经不需要行事了 你说嘴巴多多 就是每天需要证明我很爱你的那种情理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觉得都走不远 这是我的经验 人们会比较多 我认为有些人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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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只有身体的 我认为这会长时间 什么发个信息过去 然后过一会儿不回 然后就会开始强行扯到一些 莫许有的东西上面 浪费我的青春 就是性格不合 像我们这种吗 不是 女生那个第六感很准的 就比如说你看一个情侣 然后走在街上 你就可以看出男的 是不是真的喜欢她那种 稍微有一点举动 都能看出来的 就她上街不牵女生的手 你要说不想吧 气氛轰到这儿 如果双方 不是已经为前提的 可能说我可能下一个 还会遇到更好 跟这个有一定的矛盾的话 那就不能长见了 网络一线前 珍惜这段语言朋友们 我认为如果他们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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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就比方说两个人本来就认识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人性格就很不对 他们就莫名其妙在一起 那我肯定不看好 我对我周围认识的人 都有个心理预期 我会大概有个影响 他们会找个什么样的 男朋友和女朋友 如果她找这个人 跟我的预期差很多的话 我个人就不会很看好 如果她没有笑在我的笑容 那就是 对 如果她没有笑在我的笑容 就已经结束了 因为我有很多父亲的笑容 很多不好的笑容 你可以先来说 你怎么会笑在他们全 我们要笑在这个事情 我们要笑咯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